今天來玩一下老貓大夫翁改版的夢境災星 其實他玩法跟老貓大夫翁是一模一樣 核心就是老貓清籤 然後十字印就好 那這個我會示範比較簡單 就是只要拿淋浴石的就好 不要拿碎片不要拿雷吼 這兩個碎片主要是奶媽這個高薪數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然後雷火化玉的話是沒有所謂的必要性 除非你真的很想打PVP 很喜歡玩淋浴如很喜歡玩艷刺俠那可能就要 如果你不玩淋浴如不玩艷刺俠那這個其實不太需要 這個不太需要 所以我會推薦就是把淋浴石放完就好了 三個清籤差不多這樣就可以了 好開抽 先把他免費的點掉 點掉之後呢我們來摘十次 幸運紅包 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獲得一個清籤不錯 幸運喔 來 再兩個清籤 哇 沒有 再來 有了有了有了中了中了 水喔 再一個清籤 清籤的話其實這機率算不錯啦有5%啦然後因為他幸運值只要打你每一次都可以獲得幸運值 你只要累積100就可以獲得清籤這樣子 所以保底起來的話 如果這都很稀小就是像我現在很稀小 好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然後就繼續沒有 然後就繼續沒有 又沒有 繼續沒有嘛 然後中清籤了 中清籤幸運值就會降低 那我就獲得三個清籤 然後就不要再轉 就不要再轉 然後我們就把淋浴石放完就好 我是不太推薦淋彩城抽六星還有這個可以先不抽啦 OK 那就我們把那個紅包開開吧 開起來 爛了 紅錢文光跟魂力 好啦那大家抽的怎麼樣 歡迎下面跟我留言 或者是你可以跟我講說啊三毛 這個到底要不要抽啊 這個要不要繼續抽下去啊 就是我是認為就是把淋浴石換完就可以跑了 有任何問題分享你們抽的怎樣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討論喔 我是三毛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